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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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请求权期限是从收到这个产品之日起满十年 刘女士认为 这台斯蒂沃净水器才刚安装 它的配件就出现了破损 这说明产品一定存在质量问题 而开发商在与斯蒂沃净水器公司沟通之后 对方也给出了答复 这边就是说没有东西打安装 不属于打安装的 就是说也跟它没关系 安装 他说肯定是安装造成的 因为那个不属于老的那种裂缝 就是你那个 你那个货身的那个东西 它说不属于老的裂缝 它是新的那种硬件是属于新的 他说 所以说这边是不承担 斯蒂沃净水器公司表示 由于刘女士并没有通知公司安装 而是她自行请人安装 那么责任就不在净水器公司 但是刘女士表示 在当初赠予这台净水器的时候 开发商和净水器公司就表明 他们不报安装 那么面对几方相互推诿的情况 刘女士该如何维权呢 第一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首先 在请一个专业的鉴定机构 来做一个专业的鉴定 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产品缺陷 导致的这样一个损害 第二个方面呢 我认为应该就这个生产商 以及赠予者开发商 进行一个证据确定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产品的这样一个票据 保修单 以及我们买卖合同中 有没有赠予条款 所以等等的东西 做一个确定 第三个 最主要的是刘女士 对她的损失 要进行一个证据保全 请公证机关 对损失进行一个公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联系的这位当事人 他来自平乡 他说呢 自己啊 为了维持生计 买了一辆后八轮 结果呢 有一天啊 车子停在自家的院子里边 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连线第二位求助人 来自平乡的刘先生 2018年12月6号 在平乡 那个新盛昌汽车销售公司 那个朱立法 那个销售经理手上 买了一台 那个江凡 给尔发的车子 就开到今年的 那个 那个是几月份呢 4月21号吧 停到家里开子 就不接了 刘建云购买的是一辆 江淮牌后八轮货车 这辆货车是他和朋友合伙 在当地一家叫 新盛昌的汽车销售公司 付全款37万多买的 当时业务员名叫朱立华 在提车之前 在朱立华的介绍下 刘建云他们将车 挂靠在了平乡市 九维物流服务公司 之后刘建云他们 一直正常的跑车拉货 为家庭生计四处奔波 然而就在今年 4月22号的早上 他们发现 停在家门口的大货车 突然不翼而飞了 直到这个时候 刘建云猛然想起 自己不久前 曾接到的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一家贷款公司的 表示刘建云的货车 早就被人抵押在他们公司 现在贷款人不还钱 他们要拖走这台车 他有跟我说过 他说你这个车 现在不属于你的 他说 那个抵押 那个待机证书 现在都在我们这里 我那个时候 我也感觉到很奇怪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也有一本 那个待机证书啊 我还不相信 直到这一次货车失踪之后 刘建云才反应过来 车子真的是被贷款公司的人 拖走了 而他前往车管所查询 才得知 这辆货车的确是被抵押 而自己手上的车辆登记证书 是伪造的 在这种情况下 刘建云便立马向警方报乱 警方还找到了当初卖车 给他的业务员朱立华 他们过来问一下情况 他说应该是有经济纠纷 后来就联系上 那个卖车子 他那个老婆 他就说 这两三年就会给我们开飞来 然而 刘建云在等待两个多月之后 朱立华仍然没有把货车给追回来 刘建云只好又找到了 朱立华所在的汽车销售公司 我们找了4S店 他说也不跟 跟他们有半点关系 他说 他说你买牌子 我们钱子还没有收到 他说你不要找我 汽车销售公司称 这一切都是员工朱立华的个人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刘建云急于想求助 自己该如何维权 你买车的时候签的合同 签合同上 跟你签合同的主体是谁 盖章的主体是谁 盖章的是盖的新盛章的章子 销售公司的章子合同 那么你当时在办理这个交款 签合同这个手续 是在哪个地方办理的 全部是在那个销售公司 那个办公室办的 包括交款也是在 这个销售公司办的是吧 刘先生和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之间呢 他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汽车买卖合同关系的 第一个关系 那么买卖完了以后 汽车公司把汽车交付给了刘先生以后呢 他们发生了第二个法律关系 是这个汽车公司在刘先生的指示下 把这个汽车的所有权就登记在了物流公司名下 所以说刘先生和物流公司就发生了一个挂靠的法律关系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他这个挂靠呢 是这个汽车销售公司的业务员 给他介绍的这样一个挂靠的单位 刘建云告诉我们 他的货车是在朱立华的一手操作之下 挂靠到了物流公司 而物流公司最后又将他的车子办理了抵押贷款 而抵押这件事他完全不知情 首先这个物流公司 他这个无权处分的刘先生的汽车 将他进行抵押 必须承担责任 其次 这个跟刘先生介绍业务的这个业务员 他基于自己的利益 和这个物流公司 我们刚才谈到了 他自己也说到了 我愿意帮你去解决后面的问题 说明他存在里面的利益 他是和物流公司共盟 完成了这样一个无权抵押的行为 所以这个业务员他也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 陈俊律师还认为 汽车销售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 这个特殊性的地方就在于 虽然汽车销售公司 已经完成了汽车销售行为 在买卖合同关系中 他已经完成自己义务 但是业务员当时代表的是 汽车销售公司的形象 那么他介绍刘先生 把汽车挂靠到了 这样一个物流公司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 在法律上表见代理是指 虽然行为人事实上无代理权 但相对人有理由认为 行为人有代理权而与其进行法律行为 其行为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 因此陈俊律师建议 如果车子还是一直要不回来 刘建云可以向法院起诉 将物流公司 业务员朱立华 以及汽车销售公司 一并列为被告 陈俊律师你看 刚刚的刘先生 他的遭遇 很可能应该说是 被人给套路了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早 尽快地找到自己 合理合法的途径 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这位求助人 龚先生 他也遭遇了一件麻烦事 他在网上花了八千多块钱 买了两台电视机 由于自己不小心 填错了手机号码 其中的一个数字 结果 这电视 被别人给恶意签收了 今年5月3号 小宫通过淘宝网 在苏宁依购平台 购买了两台电视机 总价八千四百九十九元 就在小宫耐心地 等待收货的时候 5月14号 他意外地发现 自己的两台电视机 竟然已经被人给签收了 我5月14号发现的 因为我在上面 突然给我显示签收了 他5月9号签收 经过查看 小宫发现 自己当初在填收货人 手机号码的时候 不小心填错了一个数字 将191填成了199 在向苏宁异购客服 反映这一情况之后 小宫得知 当初送货员 在与小宫填错的 那个手机号码联系 送货事宜时 对方要求将货物 放在当地的一家菜鸟驿站 他会自行去取 监控 还拍下了取货的过程 这视频内容就是 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然后自己一个人 把两台电视机拿走了 就是直接用手 自己搬走了 然后通过什么方式 然后出了菜鸟驿站之后 就没有监控了 菜鸟驿站 他给我的解释 就是他们说 他们苏宁异购 只是带放在这里的 然后不归他们管的 他只是说做个人情 然后给他们放一下 为了要回电视机 小宫还尝试着 给自己填错号码的 那个人打了电话 然后我说 这个是我的商品 我说能不能 我给你一点利益 就给他一点钱 然后把这个货物还给我 然后他也没有说话 直接把我的号码 给拉黑了 由于冒领走小宫电视机 的那名男子 拒绝归还电视机 万般无奈之下 小宫只得继续 找到苏宁易购平台 他认为 虽然自己填错了 收货人手机号码 但是苏宁易购的送货员 在送货时 没有核对收货人的姓名 及收货地址的情况下 仅凭一个号码 就把货送给他人 具有重大过错 我认为苏宁易购是有法律责任的 为什么呢 苏宁易购和小宫之间 是构成了一个买卖合同关系 那么龚先生呢 是全额支付了货款 而苏宁易购虽然将货物呢 交付给了快递公司 但是快递公司 并没有将货物交付到 公先生手里面 所以说 苏宁易购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 并没有完成 所以他是有责任的 与此同时 陈静律师还认为 货物的临时待放点 也就是那家菜鸟驿站 也有责任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 合同法规定 保管人 因为保管不善 导致保管物毁损 灭尸的 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当然他这个案子 有个特殊性 菜鸟驿站是无偿保管的 对于无偿保管呢 他责任限度更高 要求在具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 再承担赔偿责任 那么菜鸟驿站 我认为是有重大过失的 因为他没有核对 这个取走电视机的 胆子的真实身份证 比如看看身份证 所以他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而对于恶意取走 小公货物的那名男子的行为 陈金律师表示 此举已经构成了 刑法上的侵占罪 不过这属于 自诉类的刑事案件 需要受害人 自己到法院提起刑事 刑事自诉的 侵占罪 在我们刑法上 它是规定的是 对于他人的保管物 或者是这种遗失物 埋藏物 进行非法侵占 拒步返还的 我们在所较大的情况下 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是罚金 所特别提大的 判处两年至五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罚金 好的 非常感谢陈律师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也欢迎向我们栏目反映 我们今天的邮金律师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众朋友